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那除此之外 生命问题以外 有些人想要写不出心得 有些人想要写小论文假如啦 或有些人想要写别的 你都可以 反正都是一个分 一个作业就加上 一个作业就加上 那如果你不想要交流 想要交电子党 为什么电子党都不在旁边 你当电子党啊 请你直接传文字给我就好 你不要再用什么握着打字 然后定存新党 然后再附加档案 然后再传送给我 因为当你做完这件事 当我收到的时候 我必须点选连结 下载档案 再打开档案 再阅读一个文字 是不是很浪费时间 我们大家把中间那个时间闪掉 你直接传文字给我看 我就看到了 我就很快 二三十秒之内 我就可以给你分数 这样听懂吗 传文字给我就好 好 大家又会有问题了 接下来 有同学说要做学习历程 有同学说要做学习历程 有同学要做学习历程怎么做 如果这一堂课你想做学习历程的同学 其实你最后 最后 比如说我们这一堂课会有五份作业 有学习心得 新闻时期论理分析 有领课论原则应用 有电影心得 有其他课下面 这五份作业 你可以全部写完 然后呢 最后再帮我整理 红整在一个档案里面 再载你的PDF来 这样就可以上演 我觉得就可以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多元 因为那个学习历程的一个作业 如果你想要做学习历程的话 这样了解好不好 所以我说 用电子挡子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累积起来 然后到时候就可以成为你学习历程的一个认证的东西 以上讲到这边 对于作业里有没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要更了解 我讲得不清楚的地方 有没有同学还不清楚的 没有 都知道我说什么 都知道 我觉得之后就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堂课 在课程上面说明出外作业的部分 如果真的不了解的话 我在私下的一一来解决 好 今天我们来进行的来聊一个主题 叫做仙杜瑞拉 各位 多少同学 连仙杜瑞拉熟悉吗 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运就很知道 因为她就是回复你 好 那我再先抽出第一 所以我们今天的信用额是 十三号 十三 十三 要麻烦你写心得 你想睡觉是不是 你写过了 你写过了 不想再写 再写可以再多分了 好了 二十二 好 仙杜瑞拉呢 这部影片它其实有一个主题 而这个主题就是我这边的目标题 梦想是你内心最深的渴望 那什么是梦想 你有没有梦想 你梦想中的人生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先讲梦想好像似乎是你短程之间的目标 你想要读什么高中 你想要读什么大学 你想要做什么工作 你想要什么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梦想吗 不完全 我们这边还会先涉及到另外更深的一个涯意 就是这个终极目标 你到底想朝向哪一块呢 不过各位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 总是会困难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会继续努力的往前走 还是你会选择放弃 你今天会为你自己找理由 你明天就会为你自己找借口 所以想说 你今天会为你自己找理由 明天就会为你自己找借口 我来调查一下 普遍调查一下 从小到大 你曾经学过任何才艺 比如说 可能初心算 可能俗法 可能直白论 拉丁舞 可能这个 这个 这个 乐器 乐器 对乐器的 你从小学过 大部分都有学过一点点 不管学多少 我很好奇 我现在统计看到 你从小有学的警局手 大部分都 学恩文什么都有 只要残疑类 OK好 谢谢请放下 但是我在问第二个问题 我看手是不是 还是可以维持这么多 你维持 维持到现在 还是继续有学 或继续使用 这一项技能的警局手 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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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手什么事情 用卫生纸来这边 打手 OK 不多了 为什么有些人手放下 还没在绝 还累了 不想去走 你为什么当时 你会放弃 有的人会说 因为我学音乐啊 然后觉得 后来就发现 很难啊 你刚好上了国中 课内压力重 所以就不学了 那有一些的人呢 可能会怎么样 那你为什么还继续 持续到现在 还愿意这个技能 一个成功与否 取决于真 这个关键点 你现在会为你自己找理由 你明天就会为你自己找借口 你觉得 在大学 大学口试委员那一段 他们希望的 收入取的学生是一个 懂得 在遇到困难的人 懂得去克服困难的 到高中生 还是 一个遇到困难的人 他跑得最快的那一个 他 通常口试委员希望哪一种 希望路由哪一种类型 我在想说 同事委员他们会希望说 路由或者 未来也是找工作 公司的老板 他们会希望路由那一种 遇到困难的 能够持续坚持下去 突破困难 还是遇到困难的 先走回上车 哪一种 OK 大概到 那种我意思 你为什么会放弃 的人生 OK 人的一生当中非常短暂 有时候玩的人 只能想像在游戏一样 各位有玩过电玩 对不对 从来不玩电玩的请求手 打开 你还是有玩 不要说话 真的没玩吗 我只能穿水 好 各位不逼 但是没玩电玩 对 对 他上个人就打 好 我们讲的 但我先问一下 上禮拜里面有没有 通过该测试的 就是他 他大会 我讲三两个 包括是你 我 是不是你 你有吗 你有吗 有 他有 到底几位 我 真的喔 那好险 那我们是 OK 好 来 两位乖乖排的学生 现在我现在只有一个是乳香 剩下一个是奶油 你们两个自己去吵架 好 真的跟你乖乖 因为你们说你们不说谎 真的吗 不要打一个 你们自己 什么 那上次人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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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打乱了 OK 有时候把这会想像在游戏 你当你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下 你会不会因为你一间关输了 你就选择放弃了 就不在玩了 把这个电子手机 把这个电子往去砸烂 有没有这样 不会 你会想的话 私足在也不在那床 不是吗 连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最近在玩 最近在玩 主义曲里面的 那个 我觉得还蛮难的 阿拉丁和狮子王 什么狮子 这个是 很好玩 结果 那我怎么样都 怎么样都 玩阿拉丁也死得很惨 玩狮子王也死得很惨 那我就玩那个什么 玛利欧 赛车 结果终于有点成就感 终于 可以跑第一名 各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当我玩这个游戏 不断输的情话 是这样 我就决定把这个机器卖掉了 还是我会选择 该会换一个游戏主玩 懂我意思啊 你的人生当中 总是会遇到困难 你真的没法突破 没有关系 有时候换个跑道走一走吧 对我来讲 换个跑道走一走 其实 也不错啊 谁说我一定要坚持 只能玩阿拉丁 只能玩狮子王 这样懂我意思啊 所以把生活想像的游戏 其实会蛮好玩的 有人说 在迪士尼乐园的小孩 跌倒了 他们不会哭 因为玩乐来不及了 这是真的 我真的心得经历到这些 去年8月的时候 我带我家的孩子 我们一家四口就到香港 迪士尼 我们到香港去 然后我们去香港 我们去六天吧 去讲六天 我们就去迪士尼六天 很嚣张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是有年票 所以就是随时可以进去 我们最后一天早上 我们就把行李 因为我们住那个 监察局 我们就把行李 送到九郎去 然后直接从 御办登机 直接行李先送到飞机上去 先去登机 就是先去登机 然后我们就全家 我们就是空手 直接到什么 香港迪士尼里面去玩 大概因为晚上几点钟 再离开 然后大家晚上八点半 十点钟的飞机就可以了 绝对来得及 那天早上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因为我们该玩的都玩完了 所以其实只是想 还有不想再玩的而已 最后一天呢 我们就去跟那个 跟那个我们都没有跟他 拍过照片 画家猫 那个画家猫拍完照片的时候 然后我就想 不知道是什么 没关系 不知道就算了 然后呢 我想他很兴奋 因为我们要进去玩 然后结果他经过那个小阶梯 不小心摔到了 好死不死 他摔的不是一般的路 他摔到一个水沟盖上面 所以那个手肘子 就会稍微刮到 流血 但是我那天也在经油 所以他常常就直血 他大概哭嘛 我只哭不到30秒 不哭了 为什么 我就跟他说 赶快我们还要去里面玩 里面还有旋转杯 你不要玩 你最想玩的旋转杯 赶快要玩 没时间了 真的 其实小孩子 你是你几乎不哭的 为什么 因为玩都来不及了 我要说的是各位同学 你的人生当中 总是会有跌倒的时候 你会因为跌倒 你选择 就留下来 一直不断的哭 一直不断的哭 什么事都错过了吗 还是你会继续爬起来 继续往前走 哪一种 好了 讲完那么多 我们要说 接下来 这学期开始 我找人生三分的问题 人生第一问 我为什么活 第二 我该怎么活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问题 我记得我说 我们一定要先认识自己 才能定位自己 才能够知道自己的使命 对于我来讲 我什么时候 真正的定位到我自己 我大约三十岁 也就是十年前左右 我大约三十岁 我才重新定位了我自己 才更清楚知道 我的使命是什么 我不再用我的主观仪式 来过我前面的三十年 我从现在开始 我知道我定位我自己 很重要 有些人到六十岁 还没有办法定位自己 有些人可能活到二十岁 就你知道定位好自己 他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是我现在讲 知道你自己做什么 不是说你要赚大钱 赚大钱这种东西 绝对不是不值得的 为什么我们之后 有一个打算 讲终极刚好 就跟你聊到这件事情 好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请问各位 你觉得你的人生 是一个闹剧 悲剧 喜剧 武打剧 那个工作片 还是 同步片 还是什么剧 黑道剧 你是什么剧 什么 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剧本 哪一首剧 站着你去找某个剧 那你跟我说什么剧 爱情动作 那是什么剧 什么剧 你们的人生什么剧 我先跟你讲 请记得 你现在人生剧本 并还没有定位起来 还没有 还没有 但什么时候 你人生剧本 开始展演一下 我大概推幅 差不多大学时候 就你的人生剧本 就已经开始 要展演下去了 你现在还在写脚本当中 脚本很重要 你的脚本 取决于这个剧 好不好看 懂吗 你的脚本 决定于这个剧 你现在还在写脚本 OK 那我们今天来讨论 你写哪些脚本 所以我们今天会 透过那个 灰姑娘这部影片 灰姑娘这个故事的题材 来跟大家聊 你生命中的脚本 我们先听谷安后 怎么介绍这个灰姑娘 然后等一下 我们会直接 奠定了一个灰姑娘的底子之后 我们再去聊灰姑娘的故事 因为各位生命当中 可能都有这个小小灰姑娘 没有神医是 又开了 没有神医是 又开了 这边有没有干吗 对 到底是哪一个的 都是我开啊 昨晚一开 你们也开吗 不是接触不了吗 对 店员的关系接触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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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别人常说我会照顾人 第三 我是一个人会做事却不会享乐的人 第四 我很难跟别人开玩笑 所以我第五 玩乐放送的时候我会不安或者罪恶感 统计完之后你可能是零到十分之间 我突然调查看看你是零分的几举手 得到零分的几举手 哇哦 1分的几举手 2分的几举手 3分的几举手 4分的几举手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1分 2分 2分 7分 3分 7分 1分 提 truth 3分 2分 3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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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 2分 又有默感 第二 别人常说我会照顾人 第三 我是一个人会做事 却不会享乐的人 第四 我很难跟别人开玩笑 第五 玩乐化妆的时候 我会不安或者最后 统计完之后情况 或者是0分的时候 没有了 有一分 两分 哎呦 那不行 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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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六分 七分 八分 九分 十分 OK 现在还有人不知道我在干嘛的 还有人不知道 还有人不知道吗 差不多都知道了 好 那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灰姑娘一开始的时候 她被她妈妈交到房间里面 说我再不久就要死掉了 她妈妈 其实灰姑娘的妈妈 很早就先 家庭姑娘还是小女孩 就已经 就真的得了一场 不知之症 就这样死掉 所以灰姑娘被 被 被迫的必须要怎么样 赶快长大 所以不能像个小孩一样 这一个语句 这一句话 已经 压根在 灰姑娘的心里面 就是不要像个小孩一样 各位同学 你的分数越高 这一句话 就扎根在你心里面 就越深 你的分数越低 这句话 就对于 对于你的影响 就会越低 这样了解了吗 你的分数越高 影响这句话 影响你就越多 分数越低 影响你的就越少 这样了解了吗 但是我现在 在这边先讲一下 美金一块 日币一块 跟台币一块 等值吗 不等值 所以你千万不要拿 你的分数 跟别人的分数 来比 等一下我们后面还八点 你不要拿你的分数 跟别人分数 你自己来衡量 看看 对他这句话 对我来讲 确实是有一个影响力 那这句影响力的话 你自己重新审视看看 这句话影响力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你个人 这样解决了 好 那这句话 真的不要吓小孩 从一样的人 会有这句话 被建立起来 第一种情况是 被过度要求 从那被过度要求 你这看可能是长齿 你这看可能是长孙 爸爸妈妈可能可以说 你要赶快长大 你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地里面都在选你 所以你被过度要求 我曾经也有遇到过 一种情况下 有个个别的学生 他爸爸妈妈跟他说 你上了高超 你必须要自己赚钱 赚钱干嘛 赚钱去付你的学费 你没有办法赚钱 你就不要去读书 但对他来讲 他想要读书 他很想读书 所以他假日执法怎么样 去打工 去赚钱 去餐厅 开始去断盘子 去婚宴餐厅 去断盘子 很多婚宴餐厅 这要看是非常的重 他开始必须要被迫的长大 不要像个小孩 那位孩子 在他小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比一般人 还更成熟 第二种情况之下 是一种 在你家里曾经发生 重大变故 比如说 新闻 新闻常常报道一种状况 比如说有一对父母亲 可能出去的时候 晚上出去的时候 被车撞 撵过去 只要剩下两个小孩 只好有阿嬷的抚养 OK 阿嬷抚养 所以有个小孩 小于一眠姐 假设 他非常的懂事 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写作业 写完作业 于是呢 就到阿嬷的面店 去帮忙端面 洗碗 然后八点钟 晚上八点钟 把妹妹带回家 然后帮妹妹洗澡 然后睡觉 然后早上都不用叫 他自己起来 每次考试都会考得很高分 有没有常看到这种新闻 什么电视台最容易出现 大爱 对 对 你说什么 没错 大爱啊 或者好像就是中间这种频道最容易出现 没错 真的 台湾真的有这种人 可是请你下次再看到这种频道 看到这个报导这个人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转台先不用看 我们看起来他很励志 看起来他很懂事 但是这个小孩失去他该有的样子 我想请问一下你 你小学一年起回到家第一件事 你是写作一件什么 怎么可能 老师 你回到小学一年起回到家第一件事 是什么 看电视 打开音箱 对不对 玩玩具 不是吗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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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我们办停课 请问你会 我问三个选项哪里选择 我问三个选项 我问三个选项 两个选项 那三个选项 你会按表操课每天早上八点起床 在那边看 看书 然后在线上学习的 请举手 我看看 哈哈 哈哈 我很烂 他很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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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相信人吗 你会怎么这样动态度 好 第二种状况 你会耍背睡到自然醒的 然后管他线上学习的 请举手 我也是 我也是 ok好 第三种状况 你会到阿嬷的面前去帮忙当孩子的请举手 阿嬷的面前 没关系 你会帮忙家里做家 家务事的请举手 最好 真的吗 哈哈哈哈 ok 到这边 我这边 这边讲一个时事 上礼拜 我们不要说哪个学校 不是有个学校停客人吗 于是有个新闻就报道说 有个学校停客人 他还真的帮阿嬷断面 那时候新闻表情没下来 但我重新再看一下 大概懂他的意思 就是他在阿嬷的面店 真的帮忙断面 然后等下 客人随口问说 诶 你的孙子怎么像没有上学 那阿嬷就很 很单 单纯就回答说 因为他们喜欢停客啊 然后在吃面的 有一个大学的教授 就帮忙吐出来 就不敢吃了 为什么 就吓死了 那 然后呢 于是那个大学的教授 跑去跟他的同事说 你知道他的同事 姓业也蛮有名 是大学教授 他就喜欢写脸书 对台湾教育也没有影响 这个内衛 OK 然后他就写脸书 你知道现在记者是怎么样 这不好新闻嘛 就看爆料公社 或看Facebook 去写新闻 所以真的有记者看到这一篇 就开始写新闻了 写完新闻之后 然后他在会不会开会的时候 开记者会的时候 就无法自发说 对于这位高中生 他在家 应该在家自主管理的情况之下 他些阿嬷的面殿 帮忙担命 会怎么样 然后卫补部长 就会说什么 下股为敌 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高中生 各位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对啊 怎么那么不卫生 还是你看到这个高中生 他是不是有很多的状况 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一般的高中生 都会像我们刚才选择的怎么样 在家干嘛 自主学习嘛 对不对 不对 一般的高中生 在家都在家干嘛 自主怎么样 耍废对不对 也不对 那你们在家干嘛 睡觉 睡觉 所以我说 他失去他高中所该有的样子 他为什么那么年轻 还要去帮忙家里的假计 因为现在自主管理时间 OK 所以被建立了 不要像小孩 OK 我们现在看下一题 没多久 那姑娘的妈妈死了 然后 爸爸就再娶了一个 一个太太 一个方向在找的妈 那个妈妈又找了 又有两个脱友品 可是没多久呢 这个爸爸出去外面经商 结果也死在外面 接着一同性之后 那姑娘 她知道她的爸爸也死在外面 我从来看一下 就这样 成长的过程中 我没有一个完整温暖的家 第二 工作过人机关系 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会萌生 我走的念头出现 就是我离开 我离开 第三 我经常感受到别人 好像很难接纳我 第四 在任何地方 我都没有归属于任何的团体 最后第五 我不管在任何地方 都很难有归属感 以上 同性分数之后 你是四分 包含四分以下的情绪手 四分好 还没有举手之间 还来不及算 还是不想举手 但是 OK 哈 这个脚本叫做 我没有家 这里不属于我 因为对于灰姑娘来讲 这确实不是她的家 因为她爸爸已经不在了 变成由她的后母来 来统管 统治这个家庭 然后 怎么样的人会被造成这两个 什么样的人会有内心的语句 会建立成我妹妹 叫自己不属于我 第一种人是 弱势族群 在台湾早年 早年 大概三十多三四十年以前 确实是有区 有区分台湾人 客家人 什么原住民 所谓外省人 现在也是有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我记得我在三十年前 我补小学的时候 学校老师为了要快速的认识每一位同学 一进到班上 第一个就问给各位同学 你们好 我是你的老师 那老师先来问一下 你是外省人的小朋友的请举手 好 你是台湾人的小朋友的请举手 你是三地人的请举手 好 就这样问完了 就问完了 没问题 这个问题里面有两个瑕疵 客家人 对 客家人去讲 第二个 什么叫三地人 对不对 这三十年以前 真的真的真的 好 事情经过十年之后的改变 二十年以前 这是我差不多 我在播中的时候 老师你不再 老师你不再问这个问题 老师为什么问说 你是 你是外省人 客家人 台湾人 还是原住民 开始懂得人权了 懂得开始彼此之间互相尊重 可是 从二十年以前 确实没错 这些不同的群族 族群里面 开始政治化 就变成被政治化 现在这个时代 比较没那么严重 可是现在 在台湾这个社会 谁是我们的弱势族群 有人知道吗 不再是台湾人 客家人 原住民或外省 谁是弱势族群 外省 不是外省 外省 外省不会是 谁吗 那个陆沛 或者是那个新住民 比较会是 就是新住民 还有一种弱势族群 比如中低 中低收入 之前新闻就有报道 就是有一个老师 就说 诶诶这个谁是谁 你拿银银银 537 你排到最后面 因为你没有付钱啊 听懂吗 这情况就是 因为你是中低收入 你没有付钱 是政府发言错钱 所以你没有资格 排在前面 先拿餐 第三 这就是弱势族群 他对于这个团体 他真的没办法带得下去 好 第二种状况是 在家里 这个上面的字 是那个前玉门教授 他的文章里面的字 所以我是布置贴上 但是我现在重新解读一下 就是你来自于 你认为一个 比较不健康的 而且是不幸福的家庭 导致会讲 各位同学 你回到那家第一件事情 打开门之后 看到你爸妈在那边吵架 他说等一下 我先拿一起吃 等一下 好 开始继续 你会再跟你爸妈讲吗 我会 他们打得正热烈的时候 妈妈妈 拿不对了 我拿个玻璃瓶 那你尻下去 你会跟你爸说 妈等一下 皮带接你 冲下去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小朋友 没有这种父母亲 但是有 对不起 有可能是你家中有类似的状况 但是请记得 这个 这个 东西 不是你想要的 我也要 我也要承认 不是你想要的 我要说什么意思 通常 一个 一个孩子觉得幸不幸福 你帮我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的 你觉得你家幸不幸福 夫妻的情感是好的 你就会有那种 自然就会有那种幸福感 正常来讲是这样子 所以一个家庭幸福与偶 决定在于夫妻的感情 而不是父母对子女的好或坏 不是这样子的 OK 如果今天 下午要断考 如果这礼拜六 你爸妈说 哎 孩子啊 你要断考的话 自己在家话看说 你爸跟你妈 我现在要去外面约会 我们会很晚回来 拜 请问你会很难过还是蛮开心的 开心的 因为没人乖你 对不对 对 你也可能两会多了一个妹妹 没错 正常来讲 你爸妈会说 如果她们的情感是好 她们说她们要出去约会 去看电影啊 我会去摩托 不管哪 我管她 去那个地方 可是你会觉得这是幸福 因为你有一个 夫妻情感是好的爸妈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你可能是来自于一个 家里你认为不够温暖 不够健全的一个家庭 所以导致你会认为 我妹的家这里不属于我 好 这边插播一句话 记不记得我们有说 这学习有一个加分作业 拍一张全家图相片 记得吗 我的目的很简单 只是希望你珍惜你现在的家庭 给你的家人拍一张全家图相片 珍惜你现在的家庭 我相信你现在懂得珍惜 你未来就一定会去经营 属于你自己的家庭 我就想知道 你如果现在懂得珍惜你现在的家庭 不管它是好的是不好的 温暖的不温暖的 不温暖的不温暖的不温暖 不管怎么样 但你现在懂得珍惜 我相信未来你就会经营属于自己的家庭 可是你如果现在连珍惜都不会到我 我必须跟你说 你未来不会有个好幸福的家庭 好 下一题 于是灰姑娘有做不完的家庭 为什么因为家里没有经济收入了 所以所有的夫人都请了回家 只剩灰姑娘来做 那两个智商姐姐都可以再做 OK 第二 她要喊默然同期分数 我觉得我一定要够好 别人才会爱我 第二 使我工作认真的动力是想要获得被称赞 第三 当别人称赞我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假很不踏实 第四 我觉得没有条件的爱只是一种遗像 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 最后第五 我不喜欢被注意 而且我觉得也不会有人注意我 以上统计完分数之后 你是四分包含四分以下的检举手 OK 好大部分多的话 四分以下 这个叫什么脚本 这个脚本就不会有人喜欢我 而姑娘似乎透过做不完的家庭 才得到被认同 因为你是不是也是一样 从小到小 你为什么会被建立成这样子的语句 很简单 你爸妈可能曾经跟你说 你根本要读得好啊 希望老子才会喜欢你啊 你要乖乖啊 阿公阿嬷才会爱你啊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才会怎么样怎么样 于是我们各派都认为 那另一件事情就是 我今天做了好的结果 才会取决于 对我这件事情的认同于我 你就算是你认同我这件事情 并不是认同我本人 那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今天做好这件事情的目的 目的只是为了好像取决于你而已 所以你内心其实希望能够被爱 但是你希望能够被爱 同时你还在取决爱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这种问题 这个脚本会出现在哪里 有可能在你未来 在你的情感和生活上面会出问题 因为当你这个脚本的分数又高 当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男友 并不是真的想要你的人 那想要什么 他是有目的地想喜欢你而已 当你如果你这个脚本的分数高 你会认为你的女朋友 并不是真的喜欢你 而且他可能随时会出轨 所以这是对于人的不信任 因为你会觉得他不喜欢你 好 接下来下一个脚本 于是灰姑娘被赶在阁楼上睡觉 为什么 因为她不能睡在正常的房间 然后成为名故其实的灰姑娘 那这个脚本来测试看看 我喜欢独爱独爱 不喜欢与人生交 第二 我不喜欢别人亲近我 第三 老实说我生活相当的疏离 很难跟环境中的人事物产生亲密感 第四 跟别人谈到内心情感的时候 会让我不知所措 最后 第五 向别人表达这些情感 对我来讲是困难的 以上 统计完分数之后 你是四分 包含四分以下的各位觉得什么 好 谢谢 喜欢了 比较多 这个脚本叫做别靠近我 用更简单的字来说 叫做角落生物脚本 角落生物脚本 这个你呈现一种真空光带 别人床出品来 你自己也跨不出去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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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记得 即使角落生物也是有朋友的 哪些朋友 我们来搜查看 辣虾 猪排 白熊 灰尘 大国面罚 还有什么 各位什么 企鹅 我每次都忘了企鹅 企鹅还是谁 有猫 不是 有猫 有 狂猫 可是有很多对 它们是不是有妹啊 它们都是角落生物 它们有朋友 有 我要说的是 如果你的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 请你不要忘记 你是有朋友的 我刚才讲一次喔 如果你真的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 请你不要忘记 你是有朋友 而且你也是很贵的 别人没有多贵 角落生物很贵耶 你知道我儿子上次在 满车车站 买了一个角落生物 他妈帮他买 这么小的一个 叫做那个 八果面包 就都买新的 这一个 这么小的一个小娃娃 就是细细常常的 四百五十块 吓死我 什么都贵 好险不是出我的钱 然后我看来说 没有 它没有更多 它有更大的 更大的八果面包 我说真的喔 它叫我猜多少钱 它叫我猜多少钱 我说大概两千五九六吧 它说不对 是一万两千五 这样子的角落生物的 这个八果面包 一万两千五 看多珍贵啊 各位同学 角落生物真不珍贵 很珍贵的 你不要否定自己 好不好 如果你的身体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还是有朋友的 因为这一题 会牵涉到下一题 她被她的姐姐 那两个智障姐姐 在那边嘲笑 于是婚姑娘 真的呆不住这个家 我们来测试下一题 成长的过程中 家人对我不是忍漠 就是指责 第二 活着对我而言 是一种责任 不是乐趣 第三 遇到不顺畅的事情 或关系的时候 我会有求死的面头出现 意思 只要你们对我好 或设法都放到十倍 百倍 最后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我常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好到这边 我不问你分数 我不问你分数 我那边先暂停 这些所有的角本 你记得 你的分数如果偏高的话 蛮危险的 所有的角本 如果整体来讲 你的分数大概四五分以上 甚至六七八九以上的话 真的很危险 请你去找一个新任的人 去聊一聊 但聊之前 我会建议你 跟我下礼拜 重新拿这个量表 重新再做一次 因为我们今天有点主观 很快速的带你看 对 很快速的带你去看过 所以 确实会有点主观 下礼拜跟我拿量表 重新再测量一次 还是很高分的话 请你找一个新任的人 去再聊一聊 因为你想太多了 我真的有遇到过人 他的分数都很高 我当时警告他说很危险 我跟他说 有必要时 请你去找人聊一聊 他没有停进去 一两年之后 他已经在精神科 已经在私优医生的药物了 而且我知道 后来的他 也想选择 结束掉自己的生命 确实他吞了所有的药 好险后来被救起来 我自己还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身边的朋友 而不是我的学生 我在城镇中学的个 个别扶导的学生 当时我没有去把这个文军 带他去做 所以我也没有发现 他的这个问题 有一次在 大概三年以前吧 三年以前快过年了 一月左右 他突然之间 我在看 怎么大家都说 大家都突然好像 在他脸书上面po文了 那我看来 他开玩笑 我还想开太过分了吧 对 我还想开个灵堂给他干嘛 对不对 然后我发现他已经是 他已经死了 怎么死了 我就回去 赶快去看 看他所有的留言 然后看他所有的留言 我就发现 他是自杀 而且之前都是自杀 所以这一次周冰自杀成功 结束掉他生命 他的新竹 刚好那天我去苗栗 我就回 回城路上 我就大概傍晚的时候 我就到新竹兵营馆 去寻他的灵堂 最后一次遇到他的时候 是在监狱 而最后一次要送他的时候 却在灵堂上面 送的难度 看着他的家人很难过 我也很无奈 花不了他 这种时候 如果你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 请你拜托 拜托 不要用自杀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角度非常的危险 因为这个角度叫做不在存在 严重的情况之下 当你遇到错的时候 遇到不顺遂的时候 你会有自杀的意念出现 好 以上的讲本 是有点危险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下一题 一次这个灰姑娘 有两个呆呆分笨的姐姐 对不对 这个妈妈所呆呆 那个脱油瓶 我来看一下这个讲本 什么叫本论 别人常说我太天真了 我父母亲现在都常常替我做决定 而且我觉得他们做决定 也很好 第三 我很难有知心的朋友 是因为我会到什么来谈心 第四 当别人一本正经跟我谈的事情的时候 会让我害怕 最后 我不会谈到复杂的事情 好 你这样统计完之后 你是五分 包含五分以上的去举手 一位而已 我可以谈到还有更多 没关系 没关系 还有一些不好 一直举手 对不对 这个脚本叫做拒绝长大 什么意思呢 刚才说角落生 我现在讲的这是妈宝脚本 分数越高 妈宝指数越大 基本上我刚才讲第一个脚本 第一个脚本分数很低 你这个分数就有可能很高 但是你第一个脚本分数很高的时候 这个脚本分数就有可能很低 这样的解吗 也有可能两个分数都同时低 但是极少数的人才会两个分数同时高 极少数才会这样子 这个拒绝长大的问题是来自于什么 因为你有一个会过度控制你的父母亲 让你没办法在心思上做大人 所以请问妈宝 是他们两个是妈宝 还是因为是谁害 是不是这个后母 这个妈妈 她为了她很爱她的女儿 她过度的强制的控制欲望在这两个女儿身上 所以她们变得很好 没错吧 但是我也有说还有第二种可能是 因为这两个女儿太没有担当了 所以妈妈有可能是怎样 放不下手 只好帮她去做 我家的儿子最近在 我在训练她 必须自己收好自己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有盘子 昨天晚上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我说这盘子你放到厨房上去 他不太敢 不知道怎么 突然他不敢上去 他变不去 他就跟她弟弟说 你去陪我去 那我弟弟就跟她说 这很可爱一句话说 去啦没有关系 耶稣会陪你啦 耶稣会陪你啦 天哪 但是我就是不去 我就是不去 因为我要让她练习嘛 懂吗 然后她就拿了盘子 然后她弟就说 嘴巴虽然念 耶稣会陪你啦 她自己也跟着走过去 不可以 她拿着那个陶瓷的盘子 其实会不会危险 多少会危险 万一她摔倒 哪没哪吻 摔下去就破掉了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要让她练习成长 不要因为她怕黑 我就不要让她走过去 不要因为怕她把这盘子摔破 我就我来帮她拿 因为她必须要怎么样 成长 好下一题 灰姑娘呢 她的衣服被撕爆了 为什么被撕爆了 因为那些昆虫啊 对不对 那些鸟啊 那些老鼠 都帮她做了很漂亮的礼服 她去参加这一次的宴会 但是也后我看到她 这么漂亮的衣服 怎么都可以呢 就去把衣服故意撕带 她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做出衣服吗 当然不可能 我们来看看 老实说 我在下决定的时候 经常取其不定 对 我发现我所做的决定 常常会出错 第三 我常常希望别人来听我拿定主意 第四 遇到新的动物时 我那个常态自己会做不好 最后 我领可作为跟随着 也会当个领导者 这边应该有三分之一的同学 以上偏高 信不信 五分八或五分 然后请举手 果然吧 超过三分之一 好 这个讲比较的不行欸 从小到来 你被统定的有句话 好 那些生单跟融化 你只过度的衣服 和取其不定成为假征了 我自己有些学生的家长 就不会这样子 有些小朋友想说 我想学小迷情 然后妈妈就带她来问小迷情 然后突然就跟她说 你确定你要学吗 你每次都学一学都不学了 什么都学一学都不学了 而且小迷情很难欸 你真的知道音感很重要吗 小孩还没有开始学 他就先唱碎他的小孩了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你还没有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的长辈 开始在唱碎了你 导致于你会认为什么样 不行 然后下一题 下一题 大家在家里面很好 我常常见过别人所拥有的 有 我不满意自己现在的样子 第三 印象中爸爸常常对我说 如果我是男孩女孩 或者谁谁谁 就好了 第四 我心中有一个无形的海模 是我鼓励追求的方向 第五 我经常为自己打 跟我的影响状态感到很错 这个应该有三分级以上的篇子 要信不信我们来看看 来 大家一起举手 你是五分八分五分唱 请举手 大家一起举手 OK 我来 这个脚本叫什么脚本 这个脚本叫做大影片 我不是我 你不敢做你自己 你很害怕做你自己 不想当你自己 为什么 因为有人常常把你拿去跟别人做比较 这样了解吗 你看看隔壁的阿花 考试考中 对面的来福 进步多少 推步多少 OK 对啊 所以你不觉得你爸爸 或者是学校老师 他把你拿去跟别人比较 叫你去学想他们一样 既然你需要学想他们 所以你们不想做你之前 你去 于是你开始学习像别人一样 然后你就学 你一直不如别人 这种很可怕 做自己有错吗 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真的做我自己的 为什么我一定要跟别人比较 最后 好 我喜欢追求完美 我觉得把事情做好是应该的 不只能夸耀 或者是快乐 我经常对事情厉害了一个成功的标准 未来是常常不确定 我从来不敢生化自己的好运 或者是成功 我常常担心自己会失败 婚姑娘的 婚姑娘的 玻璃血肺 她的后骨打破了 所以你没办法去跟她的那个王子相遇了 怎么办 来 5分包包 5分一看 所以请举手 果然 超过一半的人高了 OK 好 这个像不可能成功 因为为什么 你从来被高标准之下 在你之前也没有成功这两个字 表现好像是应该的 是正常的 没有办法在标准 比例叫做失败 你小学 小时候考试考六七十分 你帮忙说 没关系再努力再加油 那你下次考九十三分的时候 你帮忙说那七分去哪里 你初心大意嘛 怎么就不会写 你考了一百分之后 你考 终于考一百分 你爸爸一定说 这次考的一定很简单 大家都一百了 你考第一名的时候 你大陆会跟你说 全校只有你们这个班吗 那你考到小孩第一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会说 你能考到台单吗 一样的状况 他会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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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更多更多的所谓的 拿到你的标准 导致他 你会那么好 自己不可能成功 最后 我做个总学就好了 做个总学就好了 其实单听看听你的生活就够了 第一个 人会因为计较而贫穷 人也会因为比较的痛苦 我这边讲的 我这边讲的贫穷 我这边讲的痛苦 是心灵上的贫穷 是心灵上的痛苦 你不需要去跟别人计较 你也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好 最后抽出一位同学 我们就下课吧 31号 好 麻烦你了